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吴仔 这一节讲李隆基的老死就是叶振堂先生 请大家给个like支持我们的广播 看到叶振堂和李隆基是朋友打band 两个都真的打band 但问题是两个都好像有同样的嗜好 他们那一代的明星好像秦皇 都有个爷孙暖 原来唐哥都有爷孙暖 有个小40岁的女朋友通街拖手都断正 分别大了 为什么阿基哥现在这么严重 为什么叶振堂又没事呢? 另外为什么阿基哥又没有叶振堂那么红呢? 这是很明显的 我说几句就是他唱功没有人那么好 叶振堂唱歌唱得很凄凉 我喜欢听他唱这个 披散头发独之行 得失为我思 昨天送送梦 多好听 多有feel 对不对? 对不对? 马上听到了 歌手有些运气 你的运气也建基于你的实力 别人觉得那首歌適合你唱 就给你的了 为什么给来给去都给不到到李隆基那里呢? 李隆基拿着歌的都不是很差 还是根本上他的人唱不到那种很好 很经典的感觉呢? 对不对? 除了这个杜草人 我觉得也是挺有趣之外 其余有很多 根本的melody也不太顺 今天多讲一些匪文 又多讲一些marketing 市场为什么不接受李隆基 真是可憐 不够人家红 好 我们研究一下 谢谢五仔 大家好 我是飞龙 今天我继续讲讲李隆基 虽然说继续 但是在这一个月里 我这次应该好像去到第三次讲李隆基 是啊 其实现在去到第三次讲李隆基 一个月内是很少的 基国很有恒心 每天仍然 他大胆懲教所去探望克里隆基 虽然基国说现在 看到一些媒体 都不会怎么再讲克里隆基 不过基国说怎么不讲呢? 都讲了好几分钟 还送大宣传的新歌 有一首自己作曲的歌 叫《云淡清风》 很大机会都是为了克里隆基 的事件而写这首歌出来 因为基国现在有可能终于领得到 低调平淡 平淡就是福啊 不过主要今天也不是说 李隆基如何探望克里隆基 最主要想研究一下 当年李隆基 为何做歌手 沙拉好像 不够很多和他同期出道的歌手 我先不拿关正杰和他比 因为 那些人跟我说 不要拿关正杰和李隆基 没得比 名气上是没得比的 因为关正杰太多名曲了 红的时间也比李隆基长 只不过拿另一位李隆基的好朋友 是叶振唐 是差不多的时期 而且他们两位很多时候 有色的歌手都是一些 劇集的主题歌 又有合作去搞演唱会 所以用他们相比就最好了 比起之前 原來早前媒體也有訪問過葉振棠 問有關李隆基的事件 原來葉振棠也有收過Chris的畫作 當時唐哥還在抓Chris 畫得很逼真 但當媒體再仔細問葉振棠 怎麼看基哥事件 葉振棠也老實說 吃下花生 又希望他的老拍檔可以好好解決的事情 唐哥還說自己其實不敢給什麼意見 他還自嘲自己80歲 頭腦簡單 因為其實在2023年去年 葉振棠和李隆基還開過 雙身雙色演唱會2023 基哥和唐哥原來都相識接近50年 他們倆一向感情也很好 還有我覺得他們倆的音樂風格有點像 首先兩位都是唱很多主題曲出身 又是差不多時期 開始紅 但如果上名曲的話 應該是葉振棠明顯多很多 首先葉振棠最起的那些歌 例如有 亡眾心中情 難為正邪定婚戒 最近林子祥和劉德華都翻唱過 有氣斑小子 早期也有浮身綠結 戲劇人生 葉振棠也唱了很多麗的主題曲 後來就去了無線 還有一隻子姑娘 差點講漏了 所以如果要數名曲的話 一定是葉振棠 一羅羅的 其實你也不怕是不是沒有Hit 歌 他也有Hit 歌 很多時候好像是 Hit 歌多過Hit 他的人 例如他那首男子漢 佛山賺先生和花艇少英雄 我也覺得挺Hit 還有有杜草人 路直路彎 人生曲 我覺得他的歌名也挺像唐哥的歌 起碼也是那類的 如果說唱歌 我覺得葉振棠和李龍基 其實是 各有風格 唱歌的唱歌其實各有千秋 雖然李龍基雖然說他 很多時候唱的歌 不是很高音 但他的聲音底也很好 只不過有可能 辨認到 就有可能葉振棠 聲的辨認度高一點 因為有些李龍基的歌 不看回一些資料 我也不知道他唱 例如我小朋友那時候很喜歡一首 卡通片主題曲 金剛飛天轉 原來都是李龍基唱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機外有識彈結他 現場唱歌時也很懂得搞氣氛 所以原則上他們兩位前輩真的不相霸眾 只能說有時紅不紅 運氣也很重要 其實李龍基當年最初就加入了八代唱片公司 剛才我說過一堆熱唱片公司 都是八代唱片公司 只不過後來有一段時間跟經理人產生了一些分歧 他那時候就決定離開唱片公司 有一段時間跑去酒廊做駐場歌手 但不要看輕駐場歌手 因為那時候基哥說一晚可以接九場 每場一千元 這是他初期 後來他去到 八千元唱四小時 所以當年基哥說他自己 一個月就可以買一層樓 當年他做酒廊歌手的時候可以一個月的收入 去到大約二十四萬 不是一間很大的樓 普通小小的樓都可以買得起 不過最主要呢 剛才說到沒有葉振堂那麼紅 一來葉振堂 早期那時候他一直都很專注做歌手 李龍基有一段時間做酒廊歌手 後來他也有簽回 公司的 例如有一段時間 他其實一年沒有簽唱片公司 他後來到了1981年也簽回的 那時候他也跟 大唐麗的中藝科一邊 簽回歌手合約 每個月在《芳樂今宵》表演兩次 再加上他拍劇 李龍基本身的藝名是李龍基的藝名 這不是真名 真名叫李鴻基 李龍基這個名字就是童 唐元宗李龍基 寫法有一點不同 唐元宗的龍就是龍中的龍 發音上相似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就可以整天 演一些皇帝的角色 很有趣的 當他去了演劇集 那些人就當了李藝人 想想當年 紅瑜 蔣志光 雙逢何必 陳雙瑟也夠紅 他後來拍劇集之後 歌手也沒得做 不是每個人都像秋冠那樣的 鄭少秋英俊 又是藍一 當年肥姐也替秋冠 爭取很多主題歌 如果李龍基沒有這樣的祭願 就只可以 集中做演員 做下做下的人都不記得他懂得唱歌 所以李龍基說 最初跟葉振堂 大家那麼好朋友 因為他們最初都是唱英文歌的出身 葉振堂早期是夾班 而且李龍基說他自己 學英文歌也是先聽唐哥的歌 基哥說在那時候就知道有一個人 彈著bass 唱歌很好 有人不說不知道 葉振堂當時是 低音結他手來的 但堅韌 主唱的 大家不要看輕 低音結他手以為很簡單 因為很多時候好像看見他是不是彈著單音 但萬一低音結他一彈錯一粒就很容易 所以我也知道彈bass 還要唱歌難度很高 所以基哥說那時候就知道堂哥那麼厲害 所以很多時候都走去聽他唱歌 見得多了就聊聊天 然後才發現原來大家都是相同嗜好 後來就去同一間電視台 還要進入同一間唱片公司 所以大家知道他們為何這麼朋友 為何今天要拿他們兩個比較 因為他們兩個太多東西好似 所以基哥去年和堂哥 才特意 搞一個演唱會 去年那時候還有Joe Junior 和胡鋒一起過來坐鎮 堂哥其實 之前都去了美加登台 好像連唱了12場 哇厲害呀 你想想堂哥現在多少歲呀 80歲呀 還要去美加登台唱12場呀 但堂哥說其實最初呢 他沒有想過要唱那麼多場的 只不過之前疫情呢 堂哥就 欠了那邊三場 遲遲未還回那些場 疫情結束 他想去還回那些場 唐哥又在那邊搞笑這樣說啦 給我那些賣都花光了 那就要去還債啦 另外去到那當然不要只唱幾場算啦 你當然要再賺多一點錢啦 原本想著那邊再接多兩場的 情況不是等於MIRROR 早前MIRROR開了15場演唱會 其中六場都是還債的 但你開得的當然要賺錢啦 所以再開多9場 那麼堂哥的情況差不多 那怎知道去到北美那邊 說人家呢 不是只可以接幾場就算啦 TOTAL最後就接了12場啦 那你一幫他接了 堂哥就要壓著頭皮走去做啦 其實究竟基閣呢 也有去北美登台的 在暑假那段時間 不過基閣在那邊笑啦 就說自己呢 知名度就沒有堂哥那麼高呀 所以 去到北美他都是開3、4場而已 基閣欠啦 現在肯定他的知名度 就一定高於堂哥啦 說實話有些不說大家真的不知道呀 堂哥說他10歲的時候患過 星紅熱導致眼睛受損 所以現在他的視力只是平常的 十分之一 所以堂哥說他以前的錄音跟其他歌手不同 其他歌手就是把歌詞擺起 在抱架上呀 但是堂哥因為眼睛有問題呀 歌詞可以放得很大 一張紙太大了就不能放在抱架上 盛不起呀 所以堂哥以前錄音很多時候是用手 握著歌詞 但又不能錄到有紙聲 所以堂哥說他很厲害呀 當年就是這樣訓練到自己的手 唱歌的時候就很穩定呀 不過有時候有可能就是眼睛的問題呀 導致堂哥很專注的唱歌呀 所以 音樂那麼出色呢都有原因的 剛才說過了 浮生綠的葉振同人唱的 劇中裡面的角色 例如惡華 梁淑莊 劉志榮 或者張國榮 甚至 作曲人例小田 原來他們很多人都走了 那時候葉振同提起這件事情 那些人只是覺得葉振同好像很唏噓 但葉振同說他自己其實人生觀就不灰 他就好像戲劇人生裡面有一個在右銘 快樂時要快樂 唐哥說他自己可以健康上台唱歌 他就快樂 人生就是這麼簡單呀 我看報道 葉振同李龍基還有一樣東西相似 就是七年前被媒體發現 葉振同一位三十多歲的內地女子 發展黃昏戀 當時就被人拍到他們走海邊 在那裡聊天 場面很溫馨 當時葉振同好朋友 關偉倫 還開車送他們兩人回家 葉振同下車的時候 還身頭進去車廂 跟他女朋友 嘴嘴吻別 極度惹人 當時媒體有問過 關偉倫提到葉振堂是否有新戀情 當時關偉倫就說 他的私人事就不方便回答 葉振堂當年開始玩音樂 都因為是披頭四的興起 跟同學合作 很多人都喜歡彈結他 打鼓 但總是沒有什麼人願意彈低音結他 所以棠哥就去了彈低音結他的位置 不過剛才也說過 同時間堅固唱歌其實難度很高 因為棠哥也有說過 彈的音和唱的音 是不同的 基本上是要一心二用的 不過有可能是一個人就是可以一心二用的 所以當年 他在酒店表演的時候就可以同時間打兩份工 葉振同說最初的時候畢業 原本 在香港找工作就打算找一些洋行工 但是當時 因為他不是香港人來的 是在澳門讀書的 他就說香港就不承認澳門民憑 搞到他找不到工作 當時有一天在街上就遇到一些澳門我那時候玩樂隊的朋友 那些朋友跟他說 藝店可以工作 半夜兩點彈到早上六點 當時就叫棠哥去彈 所以葉振堂就是這樣 拿著結他去上班 棠哥說他在彈著樂隊唱歌 的生活大約維持了十年 當時是主要唱英文歌的 但是到了1974年就轉到中環一間 高級爬房 彈樂隊 那時候他也做了兩三年 後來有人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一隊樂隊 那隊樂隊叫 Nil Todd looks 那時候棠哥說他自己其實都沒有一隊固定的樂隊加入 那時候有人叫他加入 也挺好的 找隊隊龜叔 這隊樂隊裏面也有很多出名的人 有 唱片監製 另一 又有陳潔玲 中定了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後來就是林子祥的唱片監製 後來葉振堂又加入了一隊三人的樂隊 馬正堂 當時因為廣東歌開始抬頭 所以馬正堂主要 推出中文店但是不是很受歡迎的 直至1980年初唱片公司 黎小田 就原來找葉振堂過去錄音室試唱一首歌 唱了一次給你聽之後一星期之後 唱片公司就再打電話找葉振堂 說找了選中他那首主題歌 浮生六傑 由這首歌開始就改變了 葉振堂的唱歌的生涯 所以很重要的很多時候你把握到一個機會就可以了 所以葉振堂跟李隆基本身的背景也有點像 不過李隆基再特別一些因為他最初 讀完書出來就不是跟演藝事業有關係的 當時李隆基只不過是加董麵包廠裡面擔任 機器部的機械工程學徒 後來公司做得不錯呢 就做了 機械工程師主管 因為當時他們有一些麵包機 找到日本那些原裝公司過來弄都不會弄 但是基國是會弄的 所以本身基國也有自己個人長處的一面 基國入行最主要就是當年在1975年 就參加了 當時大台搞的星報之夜 其實很多出名的人都在星報之夜出線 當時基國就得到第二名 在大半年之後就被一些唱片公司的 負責人賞識 基國當時 先兼職做歌手 在不同的酒廊上唱歌 去到1978年才辭去機械工程師的職業 那份機械工程師他都做了七年了 後來走廊就像我剛才說的 錢都賺得那麼多 為什麼要跑去做機械工程師呢 說到李隆基其實如果跟葉振堂那麼多東西那麼相似呢 為什麼葉振堂呢 會比李隆基那麼多呢 起碼是歌曲協歌的方面 除了我剛才的 聲音的辨別到高之外 我覺得有可能跟他形象都有關係的 那個年代如果像葉振堂或者李隆基那些 不是包裝型的歌手 那些人通常都喜歡一些 斯文有禮的 例如你看到關正傑那時候也是差不多年期的 但是基哥就給人感覺就好像略為 粗獷 所以當年基哥 也有個綽號叫斬柴佬 那你喜歡一個私生型多一點還是斬柴佬的歌手多一點 這個我個人見解 因為在那個年代 70年代尾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覺得一些歌手紅不紅呢 運氣也很重要 雖然每個人都贊了關正傑的聲音很紅 最主要關正傑很早就已經有一首 誰都懂得唱這首歌 獨自在三波 高處尾算高 天殘便 就立即令關正傑紅到飛氣 唐哥有一首 浮身綠傑這套劇也很紅 還有經典名作 蘇克伊的主題歌 亡眾心忠情這首歌一定是 熱真堂 最經典的歌之一 因為這幾位都沒有什麼是屬於形象包裝的那些歌手 其他的羅文當年扮演得很妖艷 當年羅文當然唱歌很厲害 但舞台的包裝也很豐富 Sam 虛 鄭少差那些不用說啦 又帥仔 又是一個電視男一 一個是電影男一 還有Sam 虛的歌曲 題材既認度那麼高 所以很難不紅的 始終我也是覺得剛才我不是說了一件事 我就是覺得很多時候你和吉Dee歌其實我也認識他的 不過經常有時候 紅月的歌都不知道誰唱 既認度歌手的形象包裝既認度或者聲音 既認度不夠高 這件事就有可能 輸蝕了 記住也是那件事 既認度不夠高不是代表沒有功力 其實我覺得李隆基唱歌是很好的 但沒有既認度 那些歌手就容易忘記了 想想一下當年韻光那麼紅 韻光應該是載他們的前輩一點 還唱那些 所波波的色情歌 起碼有樣東西令觀眾一定記得 但是李隆基的歌曲有什麼特色呢 不是很強的特色 聲音又不是很強 形象又不是很強 輸蝕就輸蝕了在這方面 大家都可以給意見 當年為何葉振堂 歌曲為何會讓李隆基起那麼多 會有些當中後面的秘密 例如葉振堂 收錢比李隆基的 有時候可以是這樣 但這些我純粹說只是我不知道 歡迎觀眾知道的東西 留言告訴我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裏 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